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第一集 导弹鬼 公元155年 曹操出生于东汉帝国 乔县的一个士大夫家庭 父亲曹松因为喜德义子 而兴高采烈的祭祀祖先 曹家的祖先不姓曹 而姓夏侯 曹松年轻时 在中央朝廷做官 做得很辛苦 于是任了大太监曹腾为干爹 作为自己的靠山 所以就姓了曹 在特别重视祖宗名誉的中国古代 曹松这种行为可谓是望祖 所以每当他祭祖时 曹家祖先的牌位总会抖个不停 但是这次祭祖 祖先的牌位像死了一样 纹丝不动 曹松大为兴奋 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也许这个小家伙 将来能给祖先带来莫大的荣耀 而让祖先忘记自己改姓的丑行 曹操稍懂事之后 曹松渐渐对他感到失望 因为这个孩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没有特殊的地方 更让曹松感到痛苦的是 渐渐长大的曹操不爱谈经说道 也不遵循礼法 最喜好的是非鹰走狗 围猎比武 按照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来评价 曹操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 非君子也 曹松每次看到曹操游荡无度时 就会想起当初祭祀祖先时的情景 他产生一种隐隐的感觉 祖先的牌位陷入死寂 不是为曹操能光大门楣而感到欣喜 而是恐惧恐惧曹操会毁了家族 曹操步入青少年之后 外形上虽然是个小胖堆 可是内心却智勇机智 特别善于权诈应变 他后来的对手袁绍就领教过 袁曹二人常常在一起玩耍 人在少年时 对是非善恶的理解是非理性的 常年人认为是错的事情 他们只是觉得好玩 所以他们经常做些在大人眼中特别出格的事 有一次曹操和袁绍跑到一户大户人家家里偷东西 结果被人发现了 俩人撒丫子拼命的跑 忽然袁绍掉进一深坑里 怎么也爬不出来了 眼看着那施主就要追到这了 袁绍急得脸都变了形了 在坑里犹如是掉进了陷阱的老鼠 曹操伸手拉他死活拉不上来 曹操灵机一动 对袁绍说兄弟对不住了 袁绍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听曹操扯起了公鸭嗓子高喊道 小偷在这儿快来抓他呀 说完曹操转身就跑 把袁绍气得是蹊跷生烟 想不到曹操怎么不靠谱 他是又急又怒 使出浑身的力气猛然望上一跳 让他惊喜的是 半个身子竟然窜出坑外了 他又用两个胳膊撑住地面 居然快速的爬了出来 一爬出来 他就朝着曹操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 最后两人全身而退 袁绍追上曹操之后 号着他的衣服要揍他 曹操说我救了你 你怎么反而要揍我呀 袁绍说呸 你差点害死我 曹操说要是我不那样喊 你哪来的力气从坑里爬出来呀 袁绍恍然大悟 但是他悟到的是 曹操这个人固然有智慧 但是也很危险 后来袁绍有意疏远曹操 两人的关系就渐渐的淡了 其实可以这样说 年轻时的曹操没有真心朋友 因为谁都不敢保证他的权诈应变会用到什么地方 用他叔叔的话说就是 阿满这个孩子行为古怪难以捉摸 同时又放荡不羁 以后肯定是一个祸害 曹操这个叔叔又是个话牢 每次见着哥哥曹操就都要数落曹操一顿 曹操听完弟弟的话后 随手就拎起了棒子 追着曹操就是一顿揍 让老爹这么撵着揍的次数多了 曹操决心给这个叔叔一点教训 让他永远闭嘴 某一天他在大街上闲逛 恰好他叔叔迎面走过来了 曹操一看见他叔就直挺挺的摔倒在地 然后口吐白沫嘴歪眼斜 浑身就像是被电了一样扭动 他叔叔一看慌忙把他扶起来 就问情况 说你怎么了 曹操口齿不清的说 我中恶疯了 他说他中恶疯了 他这叔啊 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判断这个情景 急忙去找老哥曹操 曹操一听这个慌慌张张的赶到现场 发现曹操正在街上调戏梁家妇女呢 那是活蹦乱跳 跟往常没两样 曹操很纳闷 就问曹操说 你叔叔说你中恶疯了 这怎么回事啊 曹操故作惊讶到 啊 叔叔怎么能如此诅咒侄子呢 曹操就仔细地观察曹操 发现真的没有任何的异样 心里就对老弟嘀咕起来了 曹操一见这个 趁势就说了 叔叔如此诅咒 我也不怨他 可能是我平时对叔叔孝敬不够 他不喜欢我 有时候难免会在您面前说我的坏话 我受点委屈 没什么呢 曹操一听这话 啊呀一声 哎呦 这一声是父亲对儿子董事的激动感慨 也是对他弟弟的愤怒 打这儿起 曹操再也不相信他老弟数落曹操的话了 他老弟还觉得莫名其妙 曹操却在背地里乐开了花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一集我们讲曹操第二集 刺杀张让 敬请收听 越是逆境 越要乐观 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杜音山 制作与子如一 主播张胡子 本书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